除了那些仍然堅持對五區總辭唱反調的學者,例如蔡子強、馬岳、宋立功 都有一些學者頭腦比較清楚 剛才我們說的這幾個所謂學者,因為他一早說了不贊成,所以他轉不到彎 你明白嗎?他迫著繼續錯下去 這個我也不怪他,尤其是這個蔡子強 這個最離譜,他是甚麼都懂得分析 通識專家來講 他真是一流的,通識等於通通都不懂 而且他被我們罵過之後,懷恨在心,繼續炮轟我們,繼續抽我們水 這種人,我是很同情他的,尤其他是土的好朋友,更加同情他 但也有很多頭腦清醒的人 譬如《今日明報》的論壇版有一篇,孔高峰教授寫的一篇文章 他講到這個五區總辭,他就由變相公投量化出來的民意力量 他對我們這個所謂的變相公投,對我們來說是比較正面的看法 其實他有些看法跟我們都很相似的 就是數一下你民主派過去的二十年,究竟你做了甚麼呢? 尤其是民主派回歸之後爭取民主的戰略,除了哀求對華這一招,甚麼都沒有 哀求者就是不問憑甚麼,對方都要理睬你 只是希望自己一己的憎誠能夠打動對方 當中的赤誠之心,就有如在信訪局面前跪地痛哭的農民 經常叫人追求你,別人不追求你覺得很傷心 經常說,我沒有回歸證啊!人人都喊,在慘叫 那給你一張回歸證,是不是立即投共呢? 又想問問問你了,真的,對吧? 這種是哀求對華這一招 好了,這次政改諮詢呢,再次彰顯就齒路不通 民主派就求路線圖,叫價很低的 我懷疑部分人其實只是求一個不參加公投的下台街 但最後阿爺連下台街都不給哦! 可以說對他們就狠狠掛了一巴掌 那其就其在捱了一巴掌之後,竟然還可以繼續哀求和中央對華 他說我反覆思良,想理解他們的心境 不敢連想起上海八十後的作家,被人形容是當代老順的韓韓 前一陣子,憑這個建國大業有一番說話 他說從另一方面來說,建國大業是一部愛情文藝片 因為他委婉地講述了窮小子追求富家女的故事 當時的共產黨就是窮小子 新中國是代價的富家女 窮小子成功的秘訣就一開始有理想和未來 有承諾,拉攏朋友,連開空投資票 當然會打架就排在第一位,即是武力 最終終於成功就取了新中國 但婚後的生活就在在座各位當年 即是花言巧語的男同志在婚後的生活差不多 你追求女的時候,會不會追求女的承諾都做到呢? 這個作家好東西,即是大陸 這樣說共產黨 用這一段話來形容北京和香港民主派的歷史關係 亦都非常恰當 這些吻,我又想說讀一下 這些才叫吻,大哥 你寫來寫去三副臂 好像上次我引吻陳雲那篇也是 你現在這些學者,蔡子強、馬岳寫來寫去寫什麼出來呢? 八股 你看看別人這些,多有想像力 而且真的切中狠啟的讀法 就是掌握到問題的核心 八十年代初,中共在本地的進步青年面前 不也善下個有理想探未來許承諾的窮小子 那些年頭的民主派 哪位對民主回歸沒有無限的憧憬 二十幾年之後,密換生兒 當年進步的青年就嫁給過窮小子之後 不但承諾沒有兌現 還發現對方原來有時還喜歡發癲、罵人、打人 窮小子發財之後就有恥無恐,即是說共產黨 不過很多受弱者每天受辱之後 都會回憶起婚後的甜蜜時光 然後抱著對方其實是心愛自己的信念 忍氣吞聲 正代伴侶有一天自動 嘩,這個很多是藥女的... 變回當初的線路 這樣形容 很浪華 這很多是被虐待的婦女的感覺和心態 那以自圖華為首,這些被虐待的婦女 這些文章很好 今天我們接觸很多,特別是天水維那些 在我面前哭到菲利菲 現在她說的民主黨 我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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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有人提出... 五區公投引起泛民極變 就有儒家裡有個剛長大的小孩 終於忍受不起父親的暴力 也看不過眼母親的懦弱 主張就要報警 或者起碼蓄勢報警 但是這位母親不僅沒有受到這個孩子 沒有接受他的建議 還反而就是... 推他跳樓 打個兒子 罵他大亦不道 報警沒有用 搞到沒有彎轉 國家會散 還會擊傷老爸 更嚴重 好到位 好像天水維很多被虐妮 因為我講得生鬼一點 她的編文章也很生鬼 不講都知道 繼續引起吞聲的後果是甚麼 相反如果真的有人報警 或者作勢報警 都可能讓施暴者 下次下手的時候 顧忌三分 是不是 施暴者 有一小小的畏懼 或者都會轉化成為尊重 最後可能都會帶來真正的和諧 和大團圓 有人認為變相公投沒有法律 後力贏了都是拿回五席 所以沒用 這種論調就體現不少民主派 只是將民主運動簡單地認同 選舉議席的得失 功利 加減算數 從那個功利角度去聽聽聽聽 而不暗群眾力量的動態力學微積分 好厲害這句 你這個真是加減的算數 加減的算數 這句好 動態力學微積分 動態力學微積分 我不是太懂 這句話 我們將來推出五區總辭的宣傳文宣的時候 我們會徵求教授同意 將這些類似的 幾句就夠了 你那句真是 好精進 然後就放在我們的文宣上 中央說 如果對民主派的議員 廢除功能組別的要求 事而不見不對話 不還價 最多只向23個議員各打一巴掌 2008年 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 投票給這23位議員的選民 最多是同情這些議員 替他們不值意 但當以數以十萬八萬計的選民 在變相公投之中 明確直接地投票 支持廢除功能組別之後 就算民主派的議席不變 甚至少了一兩席 事情已經起了質的變化 到時 中央仍然對這些要求 事而不見 繼續不對話 不還價 中央就是 即是向幾十萬投票的選民 每人打一巴掌 這樣會引起後續發展 誰也說不準 但等董政治的中共 還是不會不認真考慮過程的風險 這就是為何當年民主派議會裏面 力抗23條都沒有力轉勢 但50萬人一上街 23條即被各自 至今北京都不敢再提的原因 再且變相公投量化出來的民意力量 恐怕比50萬人上街還要大 因為50萬人上街 建制派都可以詭辯說 噢 還有沒有上街的六百多萬人 說六百多萬人的意見 可能不一樣 但是贊成23條 是贊成23條 那些六百多萬 他可以這麼說 對嗎